耶稣之死 上 到了第六時辰,遍地昏刻,直到第九時辰。 在第九時辰,耶稣大聲呼號說, 厄羅伊,厄羅伊,納馬,撒巴克塔利。 意思是,我的天主,我的天主,你為什麼捨棄了我? 按照馬爾谷福音,耶稣之死的時序是, 第三時辰,被釘十字架。 第六時辰,遍地昏刻。 第九時辰,耶稣大喊一聲,就斷了氣。 由上午九點,去到下午三點, 耶稣被圓在木桿上,受到路人、師祭掌和經師, 以及與祂同釘者的侮辱和辱罵。 沒有任何人對天主子表示同情或者聯吻。 但是從正午開始,整個大地陷於一片昏刻中。 第六時辰,應該是日光最盛的時間。 現在遍地昏刻,表示天主的干預。 馬爾谷武表示黑暗是在耶稣死前消失。 他所強調的是,黑暗一直持續到第九時辰,耶稣死的時刻。 顯示這是整個苦難聚述的高峰。 上主曾經藉阿姆斯先知預言。 在那一天,吳主上主的段雨, 我必使太陽在中午落下, 使大地白袖變為黑暗, 使你們的喜慶變為喪事。 使你們哀悼,如哀悼獨生子。 使那一天,始終是受苦的日子。 在這裏,聖史似乎是表示,即使是大自然, 這個時候也加入哀悼天主子之死的行列。 另外,被黑暗濃咒的上主的日子, 也象徵著審判和懲罰的日子。 先前曾經侮辱耶稣, 要求祂顯示一個徵兆來證明祂是天主子的人。 這個時刻,他們應該見到惡惡以先知所描述的 上主的日子的徵兆。 上主的日子來了,且二來近了, 那是一個陰霾昏暗的日子。 在上主偉大可惠的日子來臨以前, 太陽要變成昏暗,月亮要變成血紅。 他們應該體會到天主在警告審判和懲罰, 就要開始了。 十字架上的基督可謂到了絕境, 眾叛親利,敵人從四方八面包圍著祂, 甚至感受到連天主也捨祂而去。 在這一刻,耶穌發出哀號。 一個人在極度痛楚和焦慮的情況下, 用祂最熟悉的母語宣洩祂高度震盪的情緒 是很自然的事。 因此,祂以阿拉美語念出祂熟悉的聖詠。 聖詩體貼地先陰譯為希列文, 然後再以譯出來。 我的天主,我的天主, 你為什麼捨棄了我? 這句話出自聖詠二二篇, 並不表示耶穌在質疑天主的存在 或者天主的大能。 祂只是在問, 為什麼祂的天主對祂一直保持加默? 耶穌並不是絕望, 因為一個絕望的人不會祈禱。 但是十字架上的耶穌,祂在祈禱。 耶穌念的聖詠二二篇, 第一部分, 交錯感掃說, 受苦的二人祂的苦放, 和二人對上主所保持的信賴。 第二部分, 就肯定天主已經採取了行動。 因他沒有輕看, 或滅視卑賤人的苦痛。 也沒有向他掩起自己的臉孔。 他一呼號尚主, 尚主即與苦聽。 整篇聖命的主題, 是對天主最後必將舉揚受苦者滿懷信心。 旁邊站在的人中, 有的聽見了, 就說, 看, 他呼喚騙你呀咧。 在耶穌顯聖容之後, 門徒問耶穌, 為什麼經詩說, 厄里亞應該先來? 當時耶穌跟他們說, 經上固然記載了厄里亞必須先來重整一切, 但經上也記載了人子要受苦和受人輕慢。 現在, 人子被釘在十字架上, 受著預言中的痛苦和輕慢。 與此同時, 現在正出現了馬拉基亞先知所預言的, 厄里亞來臨之前將出現的末世徵兆, 遍地昏黑。 但是在場的這些路人, 還是保持著對厄里亞尼林的誤解, 以為耶穌的大精呼號是對厄里亞的呼號, 甚至將厄里亞尼林的期待, 變成囂弄耶穌的題材。 有一個人就跑過去, 把海綿倒滿了醋, 綁在路上, 遞給他喝, 說, 等一等, 我們看, 是否騙你來將他卸下? 旁白沒有說明, 遞醋給耶穌喝的是哪一個, 或者他是有什麼用意, 但是應該就不懷好意了。 因為聖明指出, 他們在我的食物中, 參了苦膽, 我口渴時, 景帝來酸醋, 要我下煙。 這是敵人的所謂。 而從馬爾谷的上下文, 特別是從以下的說話來看, 等一等, 我們看, 是否騙你來將他卸下? 這不是一個有善的舉動, 而是嘲弄的成份居多。 耶穌大喊一聲, 就斷了氣。 被捕大喊一聲, 這不是我嗎? 我們是腦機的旅程 感谢观看